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加拿大版分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袁波 那在6月12号刚刚结束的这个在全球备受瞩目的川金会呢 到现在为止呢也非常受到人们的热议 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为您请来了两位来自加拿大本地的资深的评论员 他们将围绕着这个热点的话题与我们来进行分享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会讯研究院副院长张国仁 欢迎您来 王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女主持人好 我叫王老师是本地的时事评论员 欢迎两位的到来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川金会见面之后呢 在这方面还有哪一方面的比较热议的话题 然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去回顾一下 那他们在这次见面当中 他签署了什么样方面的一些的条款呀 或者是达成了哪些方面的这些的约定 张老师 这次呢就是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呢 这个川普和这个小金呢 他们二位呢在这个新加坡这个会面以后呢 是发布了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公报 那么公报中呢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内容比较相对比较空洞一些 虽然说呢要实现这个 也谈到了朝鲜要实现这个无核化 但是我们还不太了解这个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细节 也不知道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实施呢 会成为什么样子 那么川普呢 他自己在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他也说了 那么六个月以后呢 我们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 但是他也他自己也这个自嘲呢 到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借口 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所以那您觉得他们这一次见面 他们会有带来哪方面的意义跟影响呢 张教授说得很好 就这个川普总统的最后一句评论来说 为什么说六个月以后呢 因为大家知道今天而言是六月份 那么他们是在六月十二号 新加坡军事会谈 那么每年 今年美国有个中期选举 国会中期选举 是一个对美国朝鲜来说 都很重要的事情 四点 所以说 尽管他们发表公报以后 大家没有看到 详细的公布 怎么如何去和 怎么美国提供 他的安全保护的 这个更多内容细节披露 但是 应该讲这次破冰之旅 还是相当成功 成功点就是我们说 美朝双方各去所需 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首先 竞争放地姿态 主动向美国伸出橄榄子 他能够得到了 像川普给出的很多承诺 安全保护承诺 并且还得到他额外的意外的惊喜 比如说川普在没有跟韩国军方商量情况下 也没有通知日本防卫厅的时候 就单方面宣布 就暂停跟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 那么加想力是对美朝鲜的 这是应该竞争得到的人意外之喜 同时川普还表达了 不排除在未来 从韩国撤出美军 那更是就是说 是川普表示这种 送的大礼包了 那么川普得到什么 也得到了 不一定是 宇论街说 可能如果这件事真的 朝鲜区和能够有眉目了 他能够成为 什么和平奖户的 那这还是他个人的 更重要的是 他会把这件事情 作为一种他 任内很杰出的 一封答卷 有助于共和党 在今年的国会选举中 拿到更多的选票 那么巩固在国会选中 多数地位 这样使得他下半个任期 也不会成为跛脚的总统 这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说川军会 特点来看是 冷战以来 朝鲜半岛这里一直 还发生过 伤亡那么多人的战争 尤其包括加拿大 每年加拿大你看 这个郑王将是纪念日子 仅次于一战二战 第三大损失加拿大公民的 优秀乱与的就是朝鲜战争 那么他们能够走出历史的夙愿 能见面 这实际上是对东北亚 未来的和平 尤其特地是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包括影响到 中国出生利益的事情 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 我们认为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在这次川军会结束以后 中国这方面 也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那两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中国的这个得失 会具体的在哪些方面呢 加速先进 先说 我觉得这个在中国方面呢 肯定是有这个失落的一方面 虽然呢 大家都在这个炒作 这个飞机是中国提供的 然后这个吃的也有 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但实际上呢 这个在之前呢 实际上这个朝鲜问题呢 一直是这个 中国主导的这个六方和谈 而现在呢 变成了这个朝鲜 直接站这个 坐在这个 这个桌子上 跟这个 跟川普进行对话的话 实际上中国的角色呢 在这个方面是被削弱了 但是呢 我相信呢 这个问题呢 不会是那么简单 那么这个朝鲜问题呢 也不会因为这一次和谈呢 就解决了问题 未来呢 我相信中国还会扮演 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也是任中道远的角色 怎么样 王老师 那您是怎么认为 肯定了 中国千年以来 一直在朝鲜半岛上 是影响这个 三千里江山的一个 最主要的国家 所以说前一阵子 北朝鲜跟中国关系 不太好的情况下 他们曾经还提出过 千年速递一论 认为跟美国接院 才是原子二战以后的韩战 那就五零年 那么就七十年不到 那跟中国有千年速递了 对吧 所以他们教材的也 不时的翻出来 像二十几岁的袁世凯做 大清帝国做朝鲜的总督啊 彼此当时 朝鲜的国君啊 把自己的 孩子的公主都嫁给他 大远君了 那么 这事实实 啊 中国历史上从 書杨提一开始到 常朝 啊 唐高 Jon开始 多次 叫政法高力 高高力 或者新罗等等 那么这个不去谈了 最近我们关注 之所以 有了我们看到 6月12号的 在新加坡举办的专军会 就是完全推翻了 我们从上世纪末开始 关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中方提出的 就是六方会谈 那六方会谈主场 永远在北京 在中国 那么 我们国家 自从中共十八大以后 我们内政外交思路 都有所调整 其中有一点 我是很赞赏的 我是支持习近平主席 对外交政策中 至少对东北洋 朝鲜问题的政策 就是说 我们相对过去几十年来 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那就是 并不是以唯一式形态 作为我们的依规 无论历史上 我们沉没了多少成本 包括付出了很多 志愿军的鲜血 但是只要你朝鲜 不是遵循现在 整个国际社会 希望你做的和平政策的话 你穷平独武的话 我们就不太像过去那样 无原则的支持你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 我们习总上 在执政以后 就是我们跟朝鲜关系 没有像以前人们热热了 这倒不是我诚心冷淡的 而是朝鲜没有接受中国的规券 在网顾民生道路上 搞悬崖挑战政策 换言之就是 不顾民生 请所有的国立区研发核武器 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 中国也是一个潜在受害者 更不要说 跟他紧紧现在动达地区了 那么在这过程中发生一些事情 包括金正把他的亲姑父 张成泽 这是朝鲜党内高层公认的 亲中派就亲华派领袖 给处决了 同时也把长期受到中国 照顾保护的他的大哥 在马来亚都死了 这种极端的事情 外加上一系列 像我们国家在开G20会议的时候 或者说15年我们的春节 除夕那天朝鲜都进行核实验 洲际导弹的实验 这种等都是当时中国的网民 包括哪怕就是没有外交知识的人 都可以看得出 这是中国在打 中国被打脸了 是朝鲜这个昔日小兄弟 曾经一度也是先学凌晨有一堆盟友 对我们做的不利的重生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并没有接受中国的反复规权 所以越走越远 那么所以我们国家前两年 也同意了由美国主导的 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制裁 那么在这种不断加码的制裁情况下 朝鲜确实面临着经济的全面 有一些崩溃的征兆 所以现在不如脱北的越来越多啊等等 新的激进又产生了 从90年代上世纪 朝鲜第一次出现大面积饥荒啊 到现在第二次出现的情况下 所以朝鲜忍不住了 但是他没有在这种情况下 听中国的劝告 改宣更张 恰恰想法 他有一点像 跟我们走远 主动去跟美国来进行双边会谈 他去摆脱中方周导的六方合会谈的框架 那么这个想法并不仅仅是金正恩开始的 他父亲金正恩当时就有了 只不过 以前的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 乃至后来的奥巴马政府 都拒绝了朝鲜 想摆脱六方会谈的 这个安排 单独寻求对话 只不过 现在商人出生的特朗普 或者叫川普总统 接受了金正恩这个8年后的提议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 但在过程中 我们看到 我们中国有没有被背叛的感觉 毫无疑问 我们都有 但是 最终半岛和 无核化的解决 肯定也背过中国影响 现在像川普提出的 要给朝鲜安全保障 言下之意 竞在不严重 以前 朝鲜对 自己的国民和 劳动党的干部都说了 威胁出外来自于美国等等 和韩国还有日本之后 那么现在 确确它需要美国来提供它保护 那言下之意是什么 它认为是针对北方的 巨大的存在 邻国 要不然它不会 前两年也是反复渲染 这个千年苏敌的加反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稍后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众朋友们的观众朋友们的视频